这几天我都没有时间拍这个小灰烟 我从我家的那个龙眼树上面拿了一个鸟的旧窝 拿回来便给它待在里面了 现在你看这个旧鸟巢 旧鸟窝 都只饿了 松不松 我喂它然后再给它晒一会太阳 这次我没有拿东西 这里蝗虫 吃饱了再晒太阳 这个窝这样子拿下来 嗯会伸懒腰咯 准备会飞咯 那几天时间没有时间拍视频给大家看 现在准备会飞咯 我也是刚去摘火龙果回来 嗯没有时间管理的呢 养大了我又要把它给放掉了 嗯 我每次都是这样 把它一养大了我就把它给放掉了 又没有时间管理 像那个八哥 去年那几个八哥 我都是放在那个笼子里 然后那个小孩过来了 啊竟然把那个笼子门打开了 让它飞出来玩了 全部飞走了 感觉这支一点都不松了呢 嗯 以前我养了会咽很松的 怎么这支怎么看就不松了呢 一点都不愤怒的 来晒太阳 给你晒太阳 那个羽毛就长得快一些 嗯 生开气氛了呢 吸收热量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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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会再喂它一两只马杂就ok了 虽然这个是旧鸟窝 但是呢 好过没有 嗯 它这一种呢 那个鸟呆在里面呢 它可以抓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拿那个稻草拿来放的 但是那个稻草 应该没有这种那么好吧 要不然那个鸟平时做草 它怎么不拿稻草 对吧 嗯 有心窝呆了 有一听到喇叭响 它马上说起来了 这个防范意气很强 不知道这机会不会听话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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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估计是太热了 太阳太猛了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这个蝗虫我都抓回来三天了 还是松龙活虎 拧了一段了 哎呦又拉了我去 这个变丝细料 整个变丝细料 刮击一拧 这次变丝细料 爹细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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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